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都是打倒boss的啊 那这也太简单了吧 那那旁边不就有头牛啦 轻轻一碰 牛就死了 哼 还真是个简单的任务啊 成功就领到了一把普通的弓箭 但是还不如千金奴闹 前面有条桥 过去小的另外一头会发生什么呢 一只零齿龙堵住了去路 六十级的零齿龙 欺负我这一手无腹肌的弱女子 调整好位置再帮你逼到墙角里 看我鸣轩剑的厉害 连续的打击 零齿龙毫无反手之力的死去了 好吧 太霞过去对安娜 还要过关斩将才行 拿着我的盘龙侠 出来把岳家军 看到眼前的敌人 岳家军早已自下乱串 服气了 关键时刻快要自己动手 唉 欺恶连散的倒带 还好这里是异世界 岳飞能够再次站起来 攻击距离那么长 还带毒 真是一群邪恶的怪物啊 总算走了一半的路船了 看见眼前的幽冥攻守 不使出了鸣轩剑为礼 瞬间将它给打飞了 该法力只是这么用的啊 难怪这么多丹药是恢复法力的 好了 剩下几只宝宝袋 还有一只幽冥攻守 想要死多一次就能够过桥了 这座桥啊 足足杀了我五次之多 现在就只剩下两只邪悦教徒了 快要到对岸 桥上发出了滴滴滴的响声 这该不会是要毁桥吧 效果给你跳了过去 原来这里就是洛神谷 旁边还一只小羔羊对话 原来是七彩迅鹿 最后一个任务呢 是让我击倒邪悦教主 看来这是最终的包袱啦 还会准备了浅昆八卦锁龙剑 具有毁天灭地的力量 蝉试的使用技能 原来是恒宝千军 冷却时间呢却只要几秒钟 为达到最扩陷害岳飞的主教 我召唤了岳飞军地狱拳 直接上去就跟主教拼了 看来主教楼里的是翻身 这才是真正的主教 我打死了个陷害岳飞的轻快 不就不信了 终于主教抵不住我的死体赖脸战术 终于倒在了我的人生剑下 获得龙骨 为了连根打起邪略教徒 我把这里的教徒全都被扫除了 遇见了太上道尊 即将喜欢后认为就完成了 不想继续剪进 可是太上道尊主使了我 看剧情还要怎样做着更新呢 那么期的月飞战地图 冒险就到这里 全部结束啦 下期将会试玩其他的有趣地图 拜拜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